集中谈谈阿里巴巴 其实他就向美国的证交所 申请了额外登记10亿份的ADS 其实现在都未知他做什么 不过市场有不同的解读 有些人就担心他会配股 其实昨天就在港股上就跌了4% 看到阿里是表现最差的男丑 去到美股时段其实就再继续跌 就比本港收市再低3% 去到111元边水平 其实你觉得配股的机会大不大? 暂时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未必真是很大 虽然就是上年第三季公布了那个业绩 就是一样的 但是按着截至上年9月的时候 按着他的财年就是上半年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其实相对上来说也在说是这个694万的 6亿多的美金就是人民币 对应之前就是10亿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减少了33% 但是你说6亿多这个数也不算是很少 所以就比较稳定一点 可能就看来到2月的时候 他公布那个第四季的业绩的时候 相对上就会参考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事实上其实就很多的公司都会不够增加那个法定的股数 所以暂时我自己觉得就不需要作为一个过分的解读状况 因为增加这个法定的股数其实可以有很多用途 除了是公股去股这些敏感的事情之外 亦都可以是关于这个增发这个红股 另外就是以股代息甚至是拆势股份 这些都可能是会和这个增发的股数有一个关联性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时候暂时我觉得这个消息应该倾向中性 不过就是市场的猜测就会是敏感了的时候 令到股价就暂时构成一个波动性在这里